大家看一下这无人机啊 这个在现代的战灯当中啊 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为它的机动灵活 然后便于操作 对缅甸军方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这部刚刚今天4月1日刚刚发布 在克伦邦缅甸人民国防军领导下的联邦之一无人机编队 直接攻击了妙娃底四 在一个战略要点是在一个山地上 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干尼闹战略山地啊 据说军方还配备了高科技干扰机 但是联邦意志队报道说 在此次事件当中打死了两名军官 两名士兵受伤啊 目前在妙娃底地区高歌利地区 有眼睛蛇部队 黑豹部队 白虎中队和精英部队都有无人机的编队 在克伦邦缅甸国防军PDF的联队 与军方发生了多起的战斗啊 不仅飞哥要发布一些这些战斗的一些视频 我们也增加点娱乐的 你看一下这些能歌善舞的PDF战士啊 他们又跳起来了 你想想在这个情况能跳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 那肯定是对未来充满的希望啊 胜利在迎接着他们 他们才能这么放松的状态 跳得这么好 跳得这么好啊 要不然谁还有心情跳舞啊 这就是他们的心声 这是在行进当中的PDF战士啊 越联盾 acoustic音 越联盾 越联盾유민 Preis 越联盾音 越联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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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 这些照片是石改省的名乡 当地的PDF连续两天 袭击了驻扎在苏塔村的 100多名恐怖的军方的人员 尤其是在3月28日下午2点36分 当地的人民国防军发射了12枚火箭弹 袭击了军方的人员 这组照片就是在解放区 在石改省的乐班唐地区和阴马滨地区 由公共罢工指导委员会和蒙玉瓦科技大学学生会 联手对农村公众进行了航空风险教育 并宣传了联邦的民主原则 以防止军方以空中的力量 军事力量对民众进行空袭 他们也谈论到了缅甸联邦民主的基本原则 这就是这些年轻人在做的努力 做的工作 我们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 这背后的照片就是发生在3月31日晚上 在达梅就是图瓦地区 朗诺镇的民主运动委员会 DDMSC领导了一场反对朗诺镇军方独裁的游行示威活动 罢工的青年们打着一起走上秋流地带 彻底打败法西斯的横幅 高喊着反独裁的口号 尽管恐怖的军人对朗诺市进出口进行了严格的检查 但青年们仍然能够进行他们的方式的反抗 这就是图瓦年轻人的态度 下一起事件发生在3月31日下午2点左右 蒙玉瓦妙瓦地军方的办公室检查站 遭到了当地的PDF的袭击 当场打死了军方三名士兵 下一起事件就非常神奇了 3月31日下午4点10分到4点30分 恐怖的军队用了两架抨击式战斗机 袭击了石该的伯共共村 这个地方没有发生任何的战斗 不知道军方为什么要去袭击他 也不知道这些飞行员是不是同情 NUG领导下的PDF 他们就炸一些不重要的设施 这背后的照片大家看一下地上都是啤酒 这发生在3月31日下午 就是在青乌镇 在检查从瑞波到密兹那公路上的检查站 缴获了532箱的德贡啤酒 因为他们是军方的 所以被销毁了 随后运载啤酒的汽车和司机 被要求支付了保证金之后 被获释了 不要帮助军人啊 这背后的照片就是发生在石该省的地备营镇 军方发动了武装直升机 对当地进行了轰炸 造成了当地数千名居民正在逃离当地 其实在这个村子附近有10个村庄的居民 都逃都在逃离啊 这就是缅甸军方去哪之后 民众就赶快逃跑 这组照片就是在秀恩爱的PDF战士 我们看到战斗虽然越来越激烈 但是革命青年的爱情还在继续 下一起事件 3月31日 马归市的杠高地区的杠高警察局 早上9点开始维艰战斗 到11点结束 警察局内的军人和警察70多人全部被打死 大量的武器被收缴了 随后军方派出了两架武装直升机进行空袭 这马后炮有啥用啊 昨天NUG总理已经公布 最后的警告已经过期了 将毫不留情的打击恐怖军人 缅甸毕竟是几千年的佛教国家 心存善念 更何况是同族相残 手足相残 人民是一忍再忍 现在已经是忍无可忍了 军方的残暴已无感情可言 接下来的战斗会怎样发展下去 不敢想象 昨天军方宣布解散民盟 有意义吗 又是一种宣传 缅甸民主团结政府 NUG就是民盟的演化 正在与军方殊死在战斗的 NUG人民政府若宣布解散 军方及同伙拱发党也有用吗 当然也是没有用的 这也是自欺欺人的把戏 只有在战场上建高地 若军人胜了 人民为奴 你死我活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拭目以待 后面的照片 我们欣赏一下缅甸当地的风土人情 破水节也快来到了 也是缅甸鲜花盛开的季节 我们也欣赏一下缅甸的美景 感谢大家对飞鸽的支持 也感谢大家继续的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